最后通过预科的这些课程的一些考试 你也可以顺利的升到本科 或者是如果你的GPA不够 你本科的要求 你就可以再读diploma 也就是文凭课程 文凭课程读完呢 有的专业是可以去到大学的大二的 也就是跟读本科的时间是差不多的 但是呢还是有一些区别 然后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diploma文凭课程 大概是怎么样的 首先呢会有三个选择 你可以选择三个学期 两个学期或者是四个学期的学习 它分别是在商科还有一些科目的话 是可以升到大二的 但是设计不行 除非呢你有作品级的提交 在申请的过程中 然后呢四个学期好像是可以去到大二的 具体呢还是要问一下你的中介老师 下面呢给大家介绍一下设计文凭课程 大概会学到一些历史课啊 还有一个设计词汇的一些研究 然后呢是就是模型啊 我们会做一些 还有呢就是结束的时候会有一个展览 在这些课程呢我们会做到作品集 然后会做到网站 然后会有一些演讲 就是讲一些你的作品为什么要这样做 还会写到一些论文啊什么的 也是对口语和写作有一点点的要求 如果你的绘画功力不是特别好呢 也不用担心 它并不是需要你特别会画画 才能学的专业 不要一想到设计就必须要绘画画 之后呢它有一个不同 就是园林设计和建筑设计呢 会和别的设计有一些不同的课程 所以就只有这两个课呢 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课程 我们可以在Diploma学习过程中 也就是文明课程的学习过程中呢 去选择自己究竟想学什么具体的课程 除非你要选择建筑设计 或者是园林设计 这两个是不能改的 然后其他都是可以改你的专业 到底是想学什么的 下面呢想给大家说一下设计的文明课程 大概是学一些历史啊 设计的历史 然后呢会学习到一些设计词汇的研究 之后会有一些 就是那种动手操作的实践课 做一些作品啊 作品集 然后进行演讲 大概是会有两到三个作业这样子 最后会有一个对于设计的思考课 然后呢还会有一个 好久不见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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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